这一次,杨子给内宇演员敲响警钟,孙丽的话终于有人信了。 今年的国产剧中,哪一部让观众诚信而来,败信而归? 相信很多人都想起了这个名字,长相思二。 第一部的战绩多么给力,就不用多说了。 本以为第二部可以延续第一部的火爆情景,没想到剧粉恨不得连夜扛着铁轨跑路,看不了一点。 明明都是同时间拍摄的剧情,只不过是剪辑成上下两部分开播出而已,怎么第二部的质量如此之烂? 就拿小妖换脸这场戏为例,连网大都做不出这么拉垮的效果,剧组的经费都用在什么地方去了? 而且整体节奏差得出奇,通篇就跟流水账似的,不该讲的内容磨叽半天,该仔细讲的情节又删改得不成样子。 比如涂山景撕胎涂山猴的阴谋,这部分就被一笔带过了,爽感全无,还有小妖与涂山景记拜母亲这场戏,居然改成了小妖,向柳和枪炫三个人。 咱就是说,即便是亲妈,也不能如此偏心严子吧。 当然,最离谱的还是女主人社崩得一塌糊涂,连带着扮演者杨子的路人员也遭到严重影响,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其实,第一部能出圈的主要原因,还是因为大女主人社以及三个男主的雄镜设定,让观众看到了一些该剧有别于其他古偶剧的潜力。 然而,第二部大女主人社已经完全翻车,两个硬伤足以劝退所有观众。 第一个硬伤,既要,又要。 如果说第一部里的小妖没有体会过男女之情,对待感情懵懵懂懂,那么在三个男主之间徘徊也正常。 但第二部里的小妖早就与涂山景定情,非她不嫁,又成天勾搭向柳,是什么情况? 两人明明立场不同,无法相恋,既然如此,就彻底别过好了,却时不时牵扯在一起,暧昧不清,跟劈腿也没什么区别。 而且,枪炫就差把喜欢两个字刻在脑门上了,有一幕她都快要亲到小妖了,但小妖就跟瞎子一样,根本看不出来。 正常兄妹会这样一点边界感都没有吗?单纯不等于缺心眼,无非就是互相吊着,不挑明罢了。 好好的一部剧,愣是演出了锅板、燃东的效果,太离谱了。 第二个硬伤,无理取闹。 当小妖得知父母没有辜负彼此,牺牲只是为了家国大义的时候,本以为以大女主的格局,她可以理解父母的选择,放弃这么多年的怨念。 没想到这孩子,真是尤言不尽啊。 我不管她有什么大情大义。 听听,这是大女主会说出口的话吗? 合着在她心里,天下苍生狗屁不是,她失去的可是一整个童年,别太荒唐了。 但凡这是阿念,新月的台词,观众都不会这么惊讶。 小妖,你人设崩了,你知道吗? 更可笑的是,她在不断质问自己的母亲离她而去,就不怕自己被九尾狐妖抓走日日虐待吗? 这不是你自己做的吗? 明明母亲为她打点好了一切,只要安稳待在玉山,就会安然无恙,结果她不甘寂寞,非要跑出去,最后自食其果也是活该,还好意思责怪母亲,也真是下头。 不仅如此,小妖打翻婢女送来的汤药蟹份,也没有闻小六的影子。 还有小妖为了跟屠山井门当户队,特意放弃西岩这个大姓氏,可谓是充满了娇气味。 说到底,这就是打着大女主幌子的玛丽苏文学,杨子选择这种剧本也注定要失去路人缘了。 相信大部分观众都是奔着杨子来追剧的。 她自己也是多次历见《长相思》这部剧,还声称很多人都给这部剧定义成古偶剧,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古偶剧,怕不是在开玩笑。 也对,这不是一般的古偶剧,这是一部烂穿地心的古偶剧。 而且,这两年杨子挑选剧本的眼光越来越迷惑了。 《陈香如蟹》与《长相思》本质上都是烂俗古偶的典型作品。 除此之外,杨子还试图挑战了线偶剧《要九九爱》,三十多岁的年纪非要演高中生,也没少遭到观众群嘲。 说白了,她这两年就跟流量二字杠上了,功力心简直不要太明显。 说实话,杨子的演技水准在《流量小花》里是顶尖级别的,甚至她完全有希望冲击事后这些演技大奖。 回顾她以前的表演经历,《战长沙》属于革命证据,口碑超九分更是难得。 《欢乐颂》属于国民级都市剧,直接打响了知名度。 再加上一部仙侠剧,《香蜜沉沉静如霜》给到流量加持。 其实到这里,杨子的咖位就已经稳得不行了。 而她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混在古偶剧,拖着一群没用的流量小生,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,而是尽快转型,用演技说话。 正如孙丽所说,一个演员要珍惜自己的曝光率,不能随便地去演戏,因为艺术生命是有限的,精力是有限的,要学会塑造人物。 如果杨子还意识不到曝光率的重要性,眼界短浅,再过两年,恐怕连古偶圈都混不下去了。 毕竟她现在的颜值,想要跟更年轻的小花们对打,也是越来越吃力了,还是快点清醒过来吧。 长相思,从爆款古偶变成如今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,只能说是活该。 本来原著打下不错的基础,几位演员的流量也都有目共睹,更何况还有杨子坐镇,这也是为什么第一部的成绩能如此出众的原因。 然而第二部就明显有着割韭菜的痕迹了,编剧《童华》在后期也是为了炒CP让女主强行舔三的男主,人设都崩得没眼看。 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笔下的角色。 而杨子的口碑翻车也给所有内鱼的小花提了一个醒。 光是在古偶,现偶圈子混是不行的,演员要珍惜自己的曝光度,应该不断寻找突破,挑选好的剧本给观众。 不辜负观众们的信任,否则,即便是杨子也终将遭到功利心的反噬。 而且,《长相思二》中,杨子营销哭戏翻车,五官乱飞,只会张大嘴嚎被吐槽演技复制粘贴。 《长相思》第一季播出的时候,就有人开始期待第二季的各种高潮和平场面,但却没有达到观众的预期,就拿热搜上引起观众热议的桃铃任母情节来说吧。 这场戏,据说是杨子力宝,坚持留下这段剧情,但它在剧中的演绎,却引起网友吐槽,又犯了老毛病,呼吸太程序化。 剧中这段讲述的是,杨子饰演的小妖,总算见到了她的娘亲,也知道了,这些年,她并不是被抛弃不要的孩子,但认清之后,却马上就要面对娘亲消失的场面。 光是简单的描述就能知道,这段剧情女主的情绪该有多么复杂,但杨子表现并没有让观众太惊艳,反倒有些习以为常了,因为这一幕和她以往作品的哭戏不能说是一模一样,但也可以称之为复制粘贴的程度。 官方还特地放出了各种现场花絮来营销杨子的哭戏,结果却被观众吐槽五官乱飞,甚至还因为苹果鸡僵硬的问题,让观众幻视西门大妈和蔡明,一秒出戏。 观众吐槽,哭戏不是哭得丑就叫演技好,尤其是杨子每部剧的哭戏都差不多,非常的公式化,更会让观众觉得视觉疲劳,再加上哭得乱七八糟,没有美感,就更难入戏了。 观众也直言杨子的演技很俗,千篇一律,情绪大的哭戏她就张大嘴豪,甚至还要配上只体动作辅助,就显得这段戏很忙乱。 之前女心理师的时候,杨子原地边蹦边哭的戏份就惹来不小的吐槽,而这次《长相思2》营销哭戏就直接翻车了。 光是杨子在《长相思》里的哭戏就被网友找出了共同点,同一部剧的不同场景,情绪应该也有所不同。 但这两段哭戏如果不看字幕和服装,还以为是同一场戏呢? 一样的八字眉,眉头皱起五官用力。 《长相思2》自从播出之后,讨论度都不小,不少人都期待第二季能弥补第一季的不足, 但却发现整部剧就是一个巨大的bug,说好的大女主。 到最后,却困在了和三个男人的爱情里,屠山景,小妖和枪炫三个人躺在一起的场景也被嘲讽为古中版,燃东,令人一言难尽。 第二季和第一季相隔太久,观众的期待值越攒越高,但第二季却没有多少新意, 一部剧拆成两半,中间又隔了那么久,很多特效和道具可能当时看着新奇,但隔了很久,再看只会觉得乏味。 网友看完数据对比,都觉得这部剧就适合一次性拍完,说不定借着第一季情绪的延伸, 还能让观众沉浸在剧情里,忽略杨子那令人出戏的演技。 也不得不说内宇演员的演技越来越同质化,和杨子有同样问题的演员也不在少数, 就希望内宇演员们有时间能多琢磨剧本,别忙着营销了。